视频中的这个女孩名叫小梅 她在台上为何如此激动 她口中的诚哥又到底是谁呢 原来诚哥是小梅的雇主 她在诚哥家里做保姆已经八年了 在过去的时间里 小梅觉得自己为诚哥和她的孩子付出了很多 而雇主诚哥也给了小梅很多帮助 甚至给她买了一套四十多万的房子 不知不觉间 小梅发现自己竟然爱上了诚哥 可是诚哥却并没有接受 是这样的 小梅是我们家保姆 来了有八年了 小梅这孩子很好 你聪明也很勤快 就是在我们家这八年其中呢 就是付出了很多 这次我来呢 我一直想通过这个平台呢 告诉她 我很感谢她 感谢她这八年来呢 在我们家的那个付出 谢谢你 小梅 面对小梅八年的苦练 在场的主持人和嘉宾都在劝小梅现实一点 毕竟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可是小梅却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诚哥对你的是关爱 是把你当作一个女儿 你比她小二十岁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 你有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 因为爱情得是两相情愿 明显她并不爱你 她已经明确地给了你一个答复 并且呢 之后很平静地去对待你 你就把这误认为了是爱情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诚哥是喜欢我的 我觉得只有我才配做陈太太 看到小梅如此执着 突雷老师也连线了小梅的雇主诚哥 看看诚哥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不想去舞台 因为 一个是 我不愿意面对这个 我不想面对这个 一个是 我想这么告诉她一下就可以了 看到诚哥的断然拒绝后 小梅还是不肯放弃这段感情 她坚持认为诚哥是喜欢自己的 诚哥又是来了 再次拒绝你 你怎么办 我还是刚才那个回答 如果她要拒绝我的话 那我觉得我 我会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我会 远离这个家的 无奈之下 突雷老师只好再次邀请雇主诚哥 希望她能当面和小梅说清楚 而小梅能否如愿一场等到诚哥上台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随着告白之门的缓缓打开 让小梅期待的诚哥终于出现了 她的出现也让现场观众的眼前一亮 儒雅的外表给人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 不得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看到诚哥上台 小梅的表情也是显得十分激动 她等待这一刻已经太久了 她有很多话要和自己的诚哥诉说 诚哥又是否愿意给小梅这个机会呢 诚哥 我爱你 我 我不想再隐瞒下去了 我 每次你出差 我心里边都很着急 很焦虑 你出差多久 我就失眠多久 小梅我跟你说啊 诚哥 你听我说 我文化不高 小梅你听我说好不好 我读书也不读 你听我说好不好 但是是你让我上了美容班学习 是你教会我那么多的知识 诚哥 我知道 我知道 我 我可能 我可能跟你差距挺大的 但是 我觉得 你以后 慢慢岁数也大了 也需要有个人照顾你的下半辈子 所以我非常愿意 非常愿意 永远在你的身边 照顾你的下半辈子 小梅 你听我说 你的孩子肯定特别好 我也特别喜欢 但是 这八年来 我喜欢你 不是因为 别的原因 是因为你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 尤其是为我的女儿 上次得病 要如果没有你及时送到医院 她的生命很危险 后来我问了医生了 小梅 你听我说 咱们之间 你和我不可能的 不是的 诚哥 咱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如果不喜欢 我不会跟我买房子 给我买那么多的东西 是不是啊 诚哥 我给你买房 如果你是没有从离婚的意义里面走出来 没关系 我可以等 我不会 我去跟你结婚 我真的不会跟你离婚的 你听我说 我给你买房子也好 买冬也好 完全就是因为 你对我们家单单特别的好 还有 就是说我这么多年在外拼搏 如果你没在 在这个家这么的真实的看着我孩子 我有一份心 会被牵扯的 所以说呢 我感谢你 跟你那道团队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所以说你不要 再我跟你说 我 我去年也交了个女朋友 我们之间很好 我怎么不知道 我当时我当时因为孩子也小我不想说这事 所以我没告诉你们 所以说你不 你不要多想了 好吧 我希望你今后呢 你还要好好学习 努力 将来呢 能够 有所作为 小梅 我跟你说我还有事 我不想跟你多说了 希望你好好的 感谢你 在我们家付出的清除和汗水 我有事 我赶紧走了 主持人我走了 短短的几分钟 对于小梅来说 这像是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轮回 她的内心有六千兆 看着诚哥如此决绝地离开 小梅再次忍不住泪流满面 面对这个情形 图雷老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毫无疑问 诚哥是个好男人 好父亲 好雇主 好男人 其实我认为小梅不应该哭泣 他遇上了这样一个 关心自己的 非常正派的好男人 这是一生的幸运 他们将来还可能 还可以成为他生活当中的朋友一样 去拐他 所以有的时候啊 这个爱情是无限的想象 但这种想象 可能会产生对自己的伤害 祝福小梅能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幸福 对于此事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评论去留言讨论